我们领不大好不好 另外 马总统开了很多证件对不对 我们给大家看看 跳票 跳票没有关系 赶快让大家好起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不要叫劳工 一直要扛好不好 有福从享 有烂也应该大家同胀好不好 来我们追一下 633不只是个数字 更是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还记得吗 五年前马总统画下许多蓝图 尤其是主打的 633经济证件 甚至他加码保证 绝对办得到 如果说我们做不到的话 要把薪水捐出来 你放心捐款没有问题 我这几年来 已经捐了六千多万了 我一向经常捐款 当初马总统说的信誓旦旦 但是五年后的今天 到底兑现多少 633基本上是八年的承诺 政策的执行当中 如果有我们没有做到的 如果能够用捐款就可以解决 三万美金太容易了吧 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 像刚刚记者朋友所问的 说三项票票要捐出 而是如果2016年 没有办法达成三万美金的话 那么他会考虑捐出 他半熟的薪水 哦 原来捐新药等2016 是 马总统不会错 如果马总统有错 就是大家记错 但凡说过必留下回信 所以电价的问题主要是要看 到时候我们电力供应 是不是到了需要做一个调整 但是大幅涨价的机会是不大 因为我们现在走的路程很稳健 所以即使有 应该也是很温和的 这样才使得民生不会受影响 我只有告诉大家 电价也必须有反应成本 不是我喜欢涨价 而是不这样做的话 我们将来累积的亏损多了 我们才会有调整 但民众呢 不一定能够了解 这些经济学上的一些考虑 只是觉得物价上涨了 他的手包缩水 就是因为用电太便宜了 就不会像他们这么样的重视 所以看人家想想自己 听清楚了吗 这就是马总统选前选后的态度 今日之马总是否定昨日之马 现在因为油电双涨造成物价飙涨 那接下来要问马总统去年承诺的调薪呢 明年我们要将打公主的时薪 从103块调高到115块以上 而且四年内还要逐年增加 同样选前开支票 选后又调票 说好的时薪调到115元 确定只是梦一场 这次马总统不选择青上火线 而是让行政院长陈冲当剑吧 102年1月1号起调整为109元 这是时薪的部分 而月薪的部分应该等到 因此连续两季的GDP成长超过3% 或者说连续两个月的失业率 低于4%以后来施行 也就是说老百姓想涨月薪 得先努力让经济好转 政府的责任怎么会变成劳工的责任 因为马总统说 第二任不用再讨好选民 所以633可以做不到 油店全都涨 基本工资调涨也能打折再打折 人民寄望的马政府 为什么会变成跳票政府 或许这句话可以解释一切 当时我想来啊 反正是选举啦 说什么都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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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跳票诚信的总统 一个不负责任的总统 一个只会要劳工共体时间 但是总统跟政府官员 却不用共体时间的这样一个政府 你说老百姓怎么办 其实我今天最生气的是 听到那个人事局长 那个黄富元讲了一句什么话呢 他说啊 给这些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啊 领这个年终奖金啊 是为了要安定 他们退休的生活 那请问劳工呢 你有想到要安定劳工的生活吗